当天的下午 我要我们经社里 包括我一起六个人 我就跟大家说 我很想做这一件事情 一直心里耿耿意怀 脑海中总是被抬走的那样的画面 我心不忍 刚刚早上的三位修女的 护坛的那一场画 启发了我 希望我们能成立这样的救难 救瓶 成立这样的功德会 他们就说 我们如果没有钱 要怎么救呢 我就说我们大家 大家再努力一下 每天都一双婴儿血 就这样开始 其中还有两位老菩萨 持了四个爹主对话 还有两位老菩萨 就跟老菩萨说 我离开 我离开 我这四个弟子我都会带离开 可是老人家 你总是我带不开 因为你们家里有孩子 有家庭在这里 比较少了 我如果这个事情做得行 你们三十位老菩萨的身份 我英文都会留在花园 他就说 你要做什么事 师父你做你说 我说我做队做得到 我说一天欠五天 三十个人 每一个人 捏一支铁钢回去 每天的买菜的钱 放在铁钢里 每天五毛钱的竹筒 他们说 这没问题 就这样开始 就是在民国五十五年 那一年的三月 自己功德会成立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